日本东京市区一家百货公司 最近引进一名新员工 这名员工非常特别 吸引大批媒体关注 因为他不是真的人 而是一台防女性的人型机器人 穿着和服 摆好姿势 新来的百货小姐超受关注 原来她是世界上最先进 具有人工智慧的人型化仿生机器人 叫做Ico Chihira Ico是东京2014年推出的机器人 设计用来与顾客互动 身上装载着43颗微型马达 让它可以走动并精准地控制 手脚 头部 眼睛及嘴唇等地方 除了日语之外 Ico还会日文首语 也可以设定成说中文或韩语 我希望你能聘用的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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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ko還一盞歌喉 與歌唱家炎夏金子一起合唱 Iko唱歌時 嘴唇大致能和炎夏金子的聲音合得上 演唱結束 當炎夏金子要離開時 他還希望觀眾能夠為金子鼓掌 謝謝 你很驚訝 Iko現在的未來 是真正的事 人間的機械工學 是驚訝的 不過Iko目前尚無法回應任何客訴問題 他將暫時工作到5月5號 到時候百貨公司會決定 是否使用真人的接待人員 有多次的和氣候 如果有eles聲明 我現在沒有任何客訴 大家都知道 我很愚蠢 我不會訪問 他也是很驚訝的 有十多度